文鮮 華光 dice,説 paidці thuó 各位好朋友 我反聯來到中壁 無視 山《滋潤》的直播平臺 我們今天加講一個字 這個字讀作壁 因為剛剛跟大家分享白壁無救疫情的古事 商朝的這個語書 這個壁有三種讀法,第一個是讀作壁 所以我們《易經》裡面講二十二卦,所謂三火壁卦 這個壁的意思是文式,也就是用白色布置的一個裝飾品 第二個發音,第二個發音讀作墳,墳下面是個骨 墳的意思是大骨,骨啊大者位之墳,所以大骨為墳,讀作墳 第三個字讀作奔,因為這個男生跳下車來努力往前跑 這個動作叫奔,所以就把奔跑的男子叫勇士 所以我們講說奔,所謂的奔,虎奔就是這個奔 那我們剛剛給各位提到另外一個字叫白帝無舊 那白帝無舊呢,就是《易經》第二十二卦的上九 它叫白帝無舊,白帝無舊如果按照現在的意思 就是我們剛剛在談天說語裡面呢,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只要用白色的,基本上就對了 也就是在結婚喜慶的時候呢,男方只要使用白色 女方只要使用白色,那基本上就對了 無舊的意思就是不會後悔,沒有過錯 就不會後悔沒有過舊,所以叫白帝無舊 所以今天我們跟各位分享,我們先來看這個帝 帝還有一種寫法,我們剛剛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有兩種寫法,一種是下面是個背 然後呢,一種是下面是個古字 為什麼呢,大傳裡頭是寫成上面是一個古字 然後這個是讀作帝,小傳是寫成背 但是呢,這個字應該是讀作墳,意思是大 所以呢,帝這個字呢,就是有三種讀法 那代表三種不同的儀式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 壁,這個疫情裡頭非常難見的字 那我們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告個段落 你喜歡今天的疫情小吃點,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